Hello,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系三大品牌 安乔的TX-NR696AV工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AV工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应该是90年代父母那一辈使用的 所谓的发烧级别的工放 然后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这些数码产品的要求的 接口丰富度是越来越多了 就比如说游戏机 机顶盒 电视 以及手机投屏 蓝牙等等等等的 所以丰富的接口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镜头前的您很多朋友 都是一种发烧友的态度去玩音响 我们今天就换一种聊法 换一种视角去聊一聊 今天我们要评测的 安乔 NR696AV工发 安乔是这样分的 SR是它的一个基础款 然后NR系列是它的一个中端 RZ系列是它的高端 那696算是中端里面比较高的一个型号了 面板和造型方面 我觉得跟传统的AV工放没有太多的区别 还是这么多的按钮 它跟Hi-Fi工放会有一定的区别 造型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多的可说的 因为这个见仁见智 关于参数方面 每声道175瓦的单声道功率 整个工放是7.1个声道 也就是说7个声道你可以随意组合 比如说全景声 天空音箱 或者是更多的环绕声 那安乔也是日系三大品牌当中 唯一一个获得THX的一个认证 这个THX它不是一个像DTS 或者是杜比一样的一个音效标准 它是一个设备认证 是由美国卢卡斯影业设定的一个商业影院的一个认证 那无论是商业影院的音频设备 或者是房间 或者是偏远等等的 一系列都可以进行THX的认证 那这个认证有别于别的音效认证 别的认证都会允许一定的误差 而THX是不允许有误差的 它只有一个最低标准 这样也就消除了人为的猫腻 那得到这个认证的设备 可以说是一个商业影院参考级的声音了 那安乔这款工放可以说在35个平方以内的房间 它可以得到一个商业影院参考级的声音 非常牛的一个认证 好我们从一个发烧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工放 我认为买这个工放的朋友 它配置的音箱一定是相对比较Hi-Fi的 落地音箱 是吧 或者是书架音箱等等的 那这个工放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案 它到底有没有Hi-Fi的效果 是有的 它通过它的算法 可以让你在同一个房间听到不同的声音效果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发烧友 我觉得听歌的类型不止一种 其实越Hi-Fi的声音 它的指向性就越窄 也就是说我只听一种交响乐 我只听一种类型的音乐 可能我就需要花一百万的设备 只听那一种类型的音乐是非常棒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 基本上是各种类型的歌 他都会听 所以不同的算法 不同的解码方式 可以呈现不同的歌曲最好的效果 这个很关键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放本身的声音是 素质是非常棒的 然后各种不同的解码模式 应对不同的声音 让你能够听到最完美的去呈现 你想听到的某一首歌 或者是说 在你的房间里呈现一个最完美的声音 这个是需要通过算法去做到的 很多朋友本身是玩HIFI功放的 但是HIFI功放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接口不够丰富 比如说更多的HDMI的高清视频音频输入 和更多的输出 比如说两路输出 有一些朋友家可能平时看电视 然后想看电影的时候会把幕布放下来 那这样就需要两个HDMI的输出 那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 这个很关键 但是HIFI功放并没有这个功能 它只能起到一个放声音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接口 更丰富的接口对你的用处是非常大的 好了 接下来聊我看到它的 我用到它的几个比较好的点 和用不到的几个没有用的点 第一个就是更多丰富的接口 这个是很有用的 第二个对房间优化的算法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房间变得似乎更大 或者是更小 或者是消音更好 而且这个是一键就能够获得的 就是它通过一个麦克风去识别你的房间 这些音箱发出来的声音 给你做一个最优化的方案 OK 这个是很关键的 因为很多小白都不太懂去调节 各种音箱的参数 它帮你搞定 以及你坐在那个位置离音箱的距离 和音箱的分频点和EQ等等 它都帮你处理完了 这个很关键 很多朋友的家里面 放的音箱不一定对等 对吗 这边两米 这边可能一米 这样的环境该如何处理 供放全部帮你搞定 对房间的优化很关键 第三个就是它对音乐的算法 和对音乐的优化也很关键 对音乐的解码能力是非常强的 以及对电影的诠释 比如说看大片 文艺片 或者是什么战争片 纪录片等等的 它都有通过不同的解码 去诠释不同的声音 甚至是你似乎看一些 不是那么发烧的片源 比如说优酷 比如说爱奇艺 腾讯等等等等的 这些片源 它都能相对给你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声音 而且这个工法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能够在没有天空音箱的状态下 给你模拟虚拟出来天空的声音 这个虽然没有物理层面上来的那么的实在 就是如果你真正天空上挂了四个音箱 那是更好听 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很多家里面都没有去布天空音箱的线 而且目前来说 还是有很多5.1声道的片源 不是每部片子都有7.1的 就沉浸式的全景声 所以我觉得这个7.1似乎可有可无 那它通过一个高度的算法 去把天空声模拟出来 够了 我觉得这个是OK的 以及方便简洁的操作模式 和它的功率瓦数 我觉得175瓦的单声道 基本上能够带动相对比较大的落地音箱 这个就是在你在选音箱的时候 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犹豫 或者去顾及我买的音箱 到底能不能带得动 基本上落地音箱6.5寸的两个单元 和中音高音三分频的落地音箱 基本上都能够带得动 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型号 然后就是它的HDMI的接口 对4K影片的优化 无论是色域还是贴数 它都可以相对的有一个补偿 以及纯音同步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特别是很多朋友投影机放在后边 工方放在前边 那么过长的线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音化不同步的状态 它可以直接切换成音化同步 那这个对观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一键提升对白的清晰度 这个也很重要 很多影片在不同的解码模式当中 可能人声就会被弱化了 或者你的中置离你比较远的距离 你听到的人声是不那么清楚的 或者是偏小声 那一键清晰对白 目前来说是我觉得安乔 比较有用的一个功能 也是日系三大品牌当中 只有安乔才有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他好的地方 能用得上的地方 那用不上的 比如说他的一个多房间互动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不会在这开的功放 然后去另外一个房间 通过他解码听歌音源 很多人都是如果买个蓝牙耳机 或者有一个蓝牙音箱 可能我手机就直接播放了 我不会去开着一个功放去做这个事 第二点就是他的一个APP里面 自带的一些不支持 我们大陆地区使用的音乐网站 我觉得我们也用不了 所以这个功能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以及他的一个收音功能 这个也是我们觉得 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用得上的 能看电视就不会听语音 所以在车上没办法 我们才去听广播 以及他的一个耳机功能 他的耳机功能 我相信现在基本上玩耳机的朋友 要就直接插手机 要就真的是玩耳放 玩解码器 他的耳机接口 这个是大概我认为 我用不到的几个地方 别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目前来说 听音乐属于独乐乐 看电影属于众乐乐 我相信如果你在家买一套这样的设备 夫人基本上都会跟你 共同去享受家庭的这种快乐 如果是Hi-Fi 可能他不能够特别的理解 这个是我深有感受 但如果你说可以看电影 我们就可以在家跟小孩 跟爸妈一块来看一部电影 那这个他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AV公放 在这个前提下 那你让他能够接受 这个公放的理由 会更加的充分 既解决了整个家庭 对于电影的需求 又解决了你自己在家 发烧听歌的这种乐趣 好了 除了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来自 安乔的TXNR696一款 终端偏上一点的公放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基础玩家 我是小胖 记住在我们的bilibili 以及新浪微博 给小胖留言 小胖会及时的回复大家 以及在我们的优酷 腾讯 抖音 淘宝达人 都可以搜索基础玩家 好吧 下期再见 拜拜